这一题要各个利用上一拜学的三种基础概念 建一个长方形物件 那物件的属性要有这两个 然后类别名称要是Retangle 类别的方法要有链机跟周长 题目会输入两组长方形的长跟宽 建构两个长方形的参数 然后输出两个长方形的周长和面积 再将第二个长方形的长高位5.0宽2.5 输出修改后第二个长方形的面积和周长 再来我们讲解程式嘛 这个类别有两个公开的属性 屏幕说的长跟高 然后类别名称是Retangle 这部分是Retangle的建构环式 当创建Retangle的5件时 建构环式被调用 然后并将参数W和H 分别复值给我们两个所设定的属性 再来就是面积的局的公式 还有周长局的公式 分别用Return做回传 然后回传信带为Double 那面函式里面呢 有些输入两个长方形的参数 前两个分别为第一个长方形的参数 后面两个为第二个长方形的参数 再来使用建构团式 将长方形物件建立起来 再来设定小数点后为题目所求的后两位 输出两个物件的面积和周长 分别使用类别里面的方法 修改第二个长方形物件的长为5.0 然后高为2.5 最后再输出修改后的面积和周长 一样使用类别里面的方法做输出 我们来测试一下程式吗 程式呢 输出结果是正确的 9